本身是學運背景的民進黨永康區市議員候選人林一錦 在今日上午成立競選總部 擔任過四任議員的他吸引到大批支持民眾到場 紛紛為林一錦喊著動蒜加油打氣 民進黨前主席蘇貞昌更特別衝到台南為他披上背帶 讓現場氣氛炒至最高峰 每天早上大家好 好 我是山頂瘦 瘦瘦瘦瘦 這麼年輕的林一錦 從台下開始 年輕出動 人他們就學運 就這樣來 不是這次的學運 是上面的學運 所以林一錦出都很早 所以他真認真 都是是在大市場 在把這些民主財壢 在把劃賣苦 在把主持人 他在我們台南館共産三次議員 這次就是我們大台南館是合併之後 現任宴霞市的市議員 這樣的林一錦是不是真不簡單 另外高雄市副市長劉施芳 以及高雄市環保局長陳金德 北上道場聲援 市長賴金德更是百忙之中 到現場為林一錦授旗 他表示 對於十項全能的林一錦相當敬佩 曾是參加野百合學運主將之一的他 把當初堅持的理想 以及守護台灣民主的精神 帶進台南市議會里 那是太陽花學運的 骨定化一個影響台灣前途的學運 就是野百合學運 我們林一錦 林一元的學生世代 就是野百合學運的主重 我有一句話說 他堅持理想 他有他的抱負 他守護台灣的主權 我們堅定台灣的民主 你以前共産議員 絕對堅持這種的理念和抱負 你說對不對 你說對不對 第九選區從七席增加至八席 除了現任十一員爭取連任外 還出現四匹黑馬爭槍 行程十一搶八 是候選人最多的選區 再加上兩席婦女保障名額 戰況激烈 一旦未擠進前六強 則可能不幸落選 因此選將莫不戰戰兢兢 記者林幽存台南報導